各位委員同仁,江部長,各位列席的政府首長,各位媒體朋友,麻煩是不是請江部長,謝謝 請部長 部長,委員好 你剛剛其實回答得不錯,就是有關那個一品院的問題 但是本席建議部長,從你的政策高度,你可以應該可以講 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最後的把關,他一定不能滿 對不對,因為他涉及到元首的住宅安全問題 所以不管是台北市政府那一關能不能過,到最後反正你的把關則是在中央 所以他不可能滿,因為他影響到元首的安全 所以從這個地方可以一夜之秋,他只要涉及到我們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們用許可的方式,都可以禁止他 所以就沒有賴委員剛剛所講的這些問題 是,謝謝委員 我是建議部長可以再明確,因為你的理路非常清楚,法律概念非常清楚 那本席要講,國旗如果拿來當武器,拿來打人,拿來戳人 他也是武器嘛 是,不管任何工具,主要拿來攻擊他,都已經是超越了自由權力行使的範圍 對,所以重點不在我們政府指不指責會不會用國旗來打人 重點是,那個國旗他有沒有被違法使用,當作武器 是的,謝謝委員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我們內政部應該更加釐清 或者我們警政署在對外說明的時候應該釐清 因為現在反對黨,民進黨的朋友都喜歡用說國旗是正常的,是國家的象徵 我拿國旗不行嗎?你政府怎麼可以取締我? 重點不在他拿國旗,重點他是用國旗,拿了國旗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是的 那第三個,本席剛剛聽你在講,因為我昨天把你在講台灣島那一段,我看了好多次 本席為你教區,那個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 那個不管是任何的解讀都不會有問題 那其實我太多的時候在民進黨的朋友當中在講說,我們台灣得,我們台灣得 我也不會因為民進黨講說我們台灣得 我就說民進黨你就主張台獨,你就心中沒有中華民國 如果民進黨講台灣島是代表一個對鄉土的熱愛,對國家一種情懷的話 你講台灣島的心情如出一策,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以後這個部分,我覺得您就可以很清楚的說明就好 不必浪費太多的唇舌,否則的話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有一年,本席曾經講過,說馬英九先生競選台灣領導人,馬上被修理 可是我找出證據,前一年陳水扁總統說,我願意參加APAC會議在首爾的進行 以台灣領導人的身份,不計較民意 結果陳水扁講了沒事,我講了有事 所以我想,部長你可以理解吧 是,我完全理解 委員,我們所捍衛的不是哪一個部長使用什麼資源的一個正常、正當的權利 而且事實上在捍衛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可以比較放心的、自在的使用各種敘述的一個權利 對,因為如果說大家要輕易的因為這種有色眼關,然後被檢驗 你這裡有沒有多一個島,這裡有沒有多一個區,有沒有在一個地方 我想會搞得大家就像一個緊張的一個恐怖狀況 而這最後的結果,將會使得不只是我們這些部會首長受指責 連指責我們的人,他自己也會被這個所反噬 因為有一天人家會發現說,怎麼我們某某人也講過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他也矮化台灣 我想我們不希望,在這麼簡單的單純的語言的使用情況之下 賦予那麼多不必要的政治意涵 我相信如果台灣社會藍綠有足夠的包容力的話 您這樣的形象跟角色,這種講法都還不能接受的話 我就不相信這個國家可以走向真正的民主跟包容 因為你已經算是政治性最低,已經算是溫和性最高的一個情況 另外本席剛剛聽到您在講說,現在核准入資來台灣買房地產的 大概目前有35件當中,核准10件 然後有7件是被拒絕 有18件被拒絕 然後有7件正在審核 那本席想了解就是說,這18件為什麼被拒絕 它是商辦嗎?它是住宅嗎? 它裡面18件有沒有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你才拒絕它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理由? 大概通常是,如果他們沒有辦法提出充分的親屬關係之間的證明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能夠允許 所以這18件你們有沒有做過內容分析? 有,有都是做過 那主要的是因為沒有辦法提出明確的親屬的關係或者所屬關係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資金它沒有辦法 大陸那邊限制它不能夠匯出的話 那當然因為它沒有匯出的保證,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同意 剛剛所講的那個親等之間是這樣子 就是夫妻買賣,夫妻贈餘,跟深舊的贈餘 如果它想要取得不動產,位於特殊行政區域 或者是與開放政策不符合的話 這一些我們都是在禁止之列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不允許,讓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它是在跟國家安全有關的地方 當然是我們禁止之列 那如果說他們說明是夫妻買賣,夫妻贈餘或深舊之間關係的贈餘 但是這些如果違反了我們現在規定的話 我們也不能夠 所以部長,以這18件案例為案例的話 它主要是不涉及到公領域的問題是不是? 它是不是因為是屬於在他個人的關係 涉及到公領域 就一件在涉及到公領域 那那一件涉及到公領域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就是在博愛特區 涉及在博愛特區 所以有一件是在博愛特區 就類似像我們講一品院的事情 剛剛講一品院的情況 那這樣就很明確了嘛 就代表我們政府已經有在把關 儘管案例很少,全部總數只有35件 那拒絕的18件當中有一例是涉及到所謂的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好,這個要講清楚 那通過的這10件當中,是不是住宅為多? 是的,幾乎可以說都是住宅 都是住宅?對 那其實部長,這個跟我們的認知,本席認知 我覺得應該多鼓勵入資來買台灣的商辦 商業辦公室 住宅的部分我覺得可以自由放任 那這個部分當中你們有沒有做過內容分析 就是為什麼他都住宅 那他請問這10件是不是都集中在台北、台中或高雄的都會區 是,首先向委員報告 這10件的分部區,我剛剛有很快的講一遍 分別在台北基隆、台北縣桃園、台南還有宜蘭、高雄 其實都有,他分部性是滿平均的 分部性很平均 那麼他們,剛剛委員建議說 是不是給他們購買這個三頁的辦公處所使用 其實在辦法本身是許可的 那但是如果是三頁的用途 這就必須要經過經濟部的那個投資審議的那個關卡 也就是說必須要先證明他們是要來這個投資的這個事業 是屬於我們經濟部的那個項目別所允許的範圍 然後呢他們又要有分公司 沒有錯 經過第三區 所以這個在長遠來看 遲早是會出現的 遲早會出現,而且一定要出現 部長,我是覺得從政府的政策指標 尤其您是內政部 我覺得您應該在方向上 要樂見商業、商辦那個部分 被入資投資 然後住宅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您要多手戒慎恐懼 因為如果全部的投資都集中在住宅的話 它會造成台灣房地產住宅的飆涨 對我們年輕人或對我們經濟能力比較差的中產階級 要購買一屋難求 台北大台北已經寸土寸金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他們又講 民進黨又講說 這是因為你們政策開放所造成的 全部讓台灣人都買不到自己的資料 一屋難求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內政部也應該在商辦跟住宅之間 應該有一個政策的指標跟方向出來 很感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事實上是很注意這些的比例 那因為現在案件實在是太少了 但是就大政策方向上來講 我們辦法都許可了 當然會樂見 將來會有商業的這個住宅 商業用地或者是建築的這個不動產的取得 那我們想說這樣也比較可以平衡 這個它整個那個購買的比例 讓老百姓不會以為說 入資全部都要來買我們住的房子 因為事實上隨著投資行為的這個升高 以及增加 我們是希望大陸會有越來越多的一些 不管是跨國公司的子公司 或者是經由第三地的公司來台灣投資的 是 另外我們發現到 我不曉得我這個數據進不進去 說截至到98年10月30日為止 已經有大陸客大概有300多萬曾經合法入境過 但是其中預期停留者3798人 實際上刑方不明者有39001人 我不曉得這個數據的本身 到底精不精確 我想移民署副署長也在這個地方 我想在這個地方要請教一下部長 就說我們現在很樂見大陸客來台灣觀光 但是如果他進來之後造成行蹤不明 不管他是團聚探親觀光 或者是依親或任何的方式 我們有沒有去統計 這些3000多位刑方不明者 他大概是哪一類最多 然後呢目前針對這個情況 我們內政部包含我們的移民署 跟我們的警政署 我們有什麼對策來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 部長 確實就大原則上 如同委員剛剛所講的 這個我是不是先請那個我們 那個署裡面的副署長 因為我有一個資料 具體的數據我等一下跟您報告 副署長請 剛才委員所提的這個部分 第一月來觀光 來了五十萬個人 現在跑掉才只有十六個 抓回來兩個 就這樣這樣子而已 剩下十四個還沒有抓到 另外剛才委員提的是說 行方不明的比較多是屬於進入那個七塊 進入那個比如說來探親啊 來結婚啊 來團聚的 團聚的那個七塊的 行方不明的 因為他行方不明 台灣的配偶會來移民署這邊報案 啊我們就把他類管 就這麼樣子的 啊我們移民署還有警察這邊都有在查 報告完畢 部長 那這看起來觀光來的問題不大 但是 但是 那個觀光的部分喔 我這邊的資料就是說 那個大陸人民申請來臺蒙金馬 旅遊的託團人數 事實上只有九個人 九位 那我們那個之前所 有時候媒體會用到一些數字 說什麼大陸地區人民有兩萬多人 行蹤不明等等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印象 因為那是指說 從七十七年開放 兩岸的這個交流以來喔 那個累計總合法 他累計總有三百多萬 然後曾經有兩萬多人 曾經短暫的 有過這個行蹤要追查的情況 但實際上真正行蹤不明的 從七十七年到現在只有三千九百多人 就剛剛委員所講的數據 對 就是這個數據 而這裡面大部分都不是觀光 就觀光 因為觀光來脫逃的只有九個人 是 所以本席是建議部長齁 你針對這三千多人行蹤不明者的話 他其實應該要有一些方法 也就是說他如果因為這些人 來照顧對整個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治安的一個衝擊的話 到時候人家責任又會推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應該要有一個有效的一個查查的方式 然後後面的管道 現在就除了觀光之外 現在都可以來醫親了嘛 甚至可以來就讀來就學了 那後面的情況會不會造成前面 類似這種情況又變成行蹤不明了 我覺得移民署或者是警政署的單位 應該要有更積極的方法 來處理這塊的問題 是很感謝委員提醒 我們大概會用這個加強訪查 加強訪查 對 謝謝部長